多老实点啊 听到没 别动 干什么呢啊 坐下 干什么 报 车内发现大辆 京师仙灵阁的绣品 还从他们身上 搜到了仙灵阁的交易文书 立刻上报此事 是 福建成宣部正史司 上报京师 查到 京师仙灵阁 与海盗勾结走私 在海外 私自贩卖绣品牟利 人证物证俱在 皇上闻言震怒 先一下令 查抄仙灵阁 并将此案 交于三法司彻场 阁老 这此中 是否有什么误会 仙灵阁的运作模式 我虽不了解 但 我敢肯定 绝无和海盗 有私通之事 阁老 仙灵阁 乃永平侯夫人的产业 下官以为 此事 该让永平侯 都回避 哥老 走私滥行 则 税收 我肯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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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我肯定会 我们走吧 好 空出口 我肯定会 再干净 我肯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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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侯爷 侯爷见谅 我等也是一令行事 他们没伤着你吧 我没事 侯爷 我没有 我知道 相信我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含冤手去的 你们给我听好了 此案还尚未定论 若有人敢动我夫人分号 侯爷 我等绝不敢伤害夫人 徐夫人 请吧 徐夫人 徐夫人 五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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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着急忙慌的 仙灵阁涉嫌勾结海盗 走私绣品 已经被查封了 什么 我刚去找秦志愿 有人说 他被破格推荐到福建了 他无公民在深谷里不应付此 只怕 只怕是靳远侯借秦志愿之手 利用了我 来 快去徐家找侯爷 将前面押走 怎么回事啊 快去徐家找侯爷 快去徐家找侯爷 你为什么抓人 快去徐家找侯爷 快去啊 夫人 夫人您没事吧 咱们该怎么办呀 夫人 徐家 去徐家 夫人您小心点 那批被收缴的绣品 的确是前名牵线促成的 可是他说了 是靳远侯一手设计 还尽了他的铜窗秦志远 气满于他 靳远侯 又是他 侯爷 魏国公到了 国公 清风怎么样了 我已经派人去看过 刑部手中的证据 是仙灵阁的绣品 和交易文书印件 人证是现场抓获的海盗 海盗证词证明 仙灵阁涉及走私 证据缺凿 那 圣上的态度呢 圣上 怕是已经对你起疑 所以才命三思会审 一律严查 不过 离三思会审 还有一段时日 我们还有机会查明真相 那 那秦志远就是关键所在 可秦志远远在福建 只怕我们无法在会审之前找到他 福建我有人 我会让他们找到秦志远 哪怕是绑他 也要绑到京师来 都是我们的错 要不然也不至于找了别人的道 侯爷 他若不是为了我和孩子一时无忧 他一见书生 怎么会去做生意啊 真不是有意为止 我知道 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 放心 谢谢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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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 这十一娘她怎么受得了啊 她会不会在里面受到刑罚 我一想到这儿 我这心里啊 就憋得慌 母亲不要太过担心 我会设法去探望十一娘 只要有我在 那样他们也不敢造词 我们徐家历来行的证 做得端 怎么就莫名的 会被诬陷走私了呢 明明就是静远侯小害咱们 咱们就是在家里躺着 也会祸从天降的 欧家 对我们一直虎视眈眈 还一直想打压我们 真是欺人太甚 余欧家的恩怨 迟早要有个了结 只是上十一娘委屈了 我已派人调查此事 搜查证据 相信不过几日 就会有消息了 静远侯这个老狐狸 我绝不会让她的一模得逞的 对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